从泰坦尼克号被救下的露斯 后来生活得怎么样 他有没有遵守和杰克的约定 好好地活下去呢 随后他嫁给一位地产商人 生了两个可爱的女儿 伴随着经济大萧条 地产公司倒闭了 老公也有了外遇 这天露斯边坐着蛋糕边和丈夫争吵着 自己每天辛苦照顾家庭和两个孩子 而丈夫却在外面养了一个小三 丈夫破口大骂 早就受够了他这个黄脸婆 丈夫要离开这个家 只剩下气愤又无助的露斯 在原地不知如何是好 女儿回来发现 父亲的衣服都不见了 询问起爸爸去哪了 露斯只能把实情告诉孩子们 并发誓自己一定会努力 来保障他们的生活 母女三人相拥而弃 可很快家里的钱就用完了 看着手里的硬币 露斯不得不将选好的香肠 从篮子里拿出去 晚上他独自照着镜子 十年的家庭主妇生活 让他显得苍老了不少 他给自己打气 要找一份工作养家糊口了 可这是经济大萧条时期啊 很多人都失业了 更别说是已经十年没工作的露斯 他想应聘前台接待员 可中介告诉他 很多店铺都经营不下去了 哪还有钱雇佣接待员这个岗位 没有办法 他只能在街道和报纸上 一家一家的询问 但也只换回一次又一次的拒绝 好不容易 他看到过去自己常去的餐厅招工 可当他看见服务员的工作时 他还是选择离开了 他不能接受自己穿着制服伺候别人 第二天早上 露斯将最后一根香肠分给两个孩子 并告诉他们一切都会好的 大女儿也懂事地给妈妈宽心 这时电话响起 是昨天的职界所打来的 有一份工作 想让露斯去试试 因为昨天露斯说自己很会烹饪 豪宅去一个大导演家需要一名管家 中介推荐了他 可露斯听到是这样的工作 他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这和服务员一样 让他觉得敌人异等 可中介的一番话 又让他看清了自己 他来面试管家 话还没说完 人家让他走小门进来 黑人奴仆把露斯接进屋内后 露斯坐了下来 不一会儿 一位雍容华贵的女主人走了进来 露斯赶紧问好并递上简历 随后他又坐下了 吓得露斯赶紧站起来 想在这里工作 就要遵守这里的规矩 可露斯听到雍人要住在车库 虽然可以带孩子过来 但不能和主人的孩子交朋友 出入还必须得走小门时 他强烈的自尊心 再也无法忍受这样不平等的对话 大步走出门外 为了生活他可以吃苦受罪 但绝不能容忍别人轻视自己的孩子 又气又饿 露斯决定先吃点东西 他来到一家小餐厅 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 看了看菜单后 他选了最便宜的套餐 自己怎么就成了这样 辛辛苦苦为了家庭十多年 却成了丈夫口中的黄领 本想找份工作 又遇到该死的大萧田 未来的日子 他不知道该如何撑下去 正在他吃东西时 旁边的服务员收拾着桌子 将桌上的小费 偷偷装进了自己的口袋 随后他故技重施 但这一次被另外一个服务员抓了现象 顿时餐厅乱作一团 老板不问青红皂白要开除两个人 露斯鼓了股勇气来到后处 他想要这份工作 这份他前几天还瞧不起的工作 现在却成了最后的救命稻草 面对饿肚子和要面子 显然他必须先解决前面的问题 可做了十年的全职家庭妇女后 一份简单的服务生工作 都能把他弄得手忙脚乱 不仅要面对久等客人的情绪 还要受老员工的指责 甚至还有老色批的闲猪手 最让他难过的是 收错钱自己还要赔偿 看着别人熟练的像杂技眼 自己笨手笨脚的样子 就像十足的小丑 但没办法 这就是目前能让一家三口活下去的地 一天忙下来 他累得腰酸被淘 终于露斯得到了适用的机会 但一个新的难题摆在他面前 需要花三块钱买一双护士鞋 可就这区区的三块钱 他现在都拿不出来 生平第一次和邻居开口借钱 他很难为情不知如何开口 甚至一向坚强的他 忍不住悲伤难堪地呕吐起来 邻居安慰他要坚强面对 生活总会好起来 露斯让邻居为他保守义务 尤其不能让孩子们知道 他现在已经放下了 自己曾经认为高贵的自尊 发誓一定要让孩子们过上优质的生活 绝不仅仅是解决温饱 于是晚上 他把鹅卵石装进盘子 然后摆放在胳膊上 开始一点点练习起自己的平衡感 他要为自己拼出一个未来 还好生活不会永远都是阴暗面 这些天他已经熟悉了餐厅的工作 虽然还是很多事情让自己很难看 但生活的转机往往就在一瞬间 露斯留意到餐厅的馅饼总是被人投诉 不但味道很差 有时候甚至还没烤熟 而自己不就是烤馅饼的专家吗 他借机和领班说自己很会烘焙 让他和老板推荐一下 看能不能和自己采购 第二天 露斯带的几个样品在餐厅大受欢迎 用餐的客人都赞不绝口 老板决定每周预定50个 这让他的工作量增加了不少 全家都得上阵帮忙 但也大大缓解了经济的压力 随后他开始观察餐厅的运作 看老板平日的支出 以及服务员厨师的人员配备 他发现虽然餐厅供应的种类不少 但绝大多数人主要是吃鸡肉和馅饼 下班后他又马不停蹄地跑去商场 查看各种厨具餐具的价格 虽然现在还很困难 但生活正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这天露斯拖着疲惫的身体下班回家 小女儿急切地跑上来迎接 原来是爷爷奶奶想接孩子们去过周末 这当然很好 让他终于有了一个短暂的休息时间 就当露斯刚刚回到屋内 门外却传来敲门声 一位不速之客的到访 打破了他短暂的宁静生活 来的人叫沃利 是丈夫伯特地产公司的合伙人 他来找丈夫商量公司倒闭后的一些问题 露斯把他请进门 和对方交代了丈夫离家出走的情况 沃利听完声表惋惜 没想到一向老实巴交的伯特能干出这种事 问露斯接下来有什么计划 自己能帮上什么忙 当得知露斯想开餐厅没有资金后 沃利把他带到一处郊外的房产 虽然不在市中心 但交通很便利 房子不算很大 但格局很好 非常适合开餐厅 可问题来了 露斯没有钱 沃利倒出了这所房产的具体情况 这里本来就是沃利丈夫开发的 不属于住宅范畴 只能用作商业经营 但由于经济大萧条一直卖不出去 露斯只需要缴纳土地税 就可以用房子去银行抵押贷款 一切沃利都可以帮他搞定 但唯一一点就是要和丈夫伯特离婚 这样做根据当时的法律 就不会有任何风险 露斯找到丈夫诉说了离婚的要求 丈夫顿时火冒三丈 说沃利的话鬼才会信 他就是个唯利是图的小人 地产公司倒闭一大半责任就在他 显然他不想离婚 毕竟那是自己的家 可思来想去他还是答应了 因为眼下债务缠身东躲西藏 也没能力顾及家庭 他把车子和房子留给了露斯和女儿 夫妻俩相视而弃 毕竟婚姻走到这种地步 是谁也不曾预料的 但生活总要前行 很快手续办好贷款也下来了 餐厅的装修也在紧张地进行着 一个星期前还穷困潦倒的他 怎么也不会想到 马上要有自己的事业了 今天是他在原餐厅的最后一个班 露斯来得有点迟 餐厅中来了一位风度翩翩的男士 他赶紧上前招呼 男人讲话很风趣 一副潇洒脱俗的花花公子气质 他简单地点完餐后 也许是人逢喜事精神爽 也许是很长时间压抑的心情 终于放松了 现在单身的他仿佛又回到18岁 而此时眼前这个叫蒙特的男人 还很不错 就这样他俩开着跑车 晒着秋日的太阳吹着海风 一路向前方驰骋 他俩来到蒙特的海边小屋 这里风景不错空气清晰 两人在斯嘉海滩开始撒花 后面这段不好看 我给大家快静下 两人度过了快乐的一天 第二天晚上蒙特送他回家 露斯邀请男朋友早点来参加开业典礼 随后两人互相道别 谁知蒙特刚走后 邻居跑来告诉露斯 家里人已经找他两天了 小女儿病了住在医院 等他赶到医院 丈夫正焦急地在门口等候 小女儿看起来情况很糟糕 前一天还只是有点咳嗽 现在一直高烧不退 已经采血送去化验 但需要好几天才有结果 医生打算采用输血疗法给孩子降温 虽然大人没有说什么 但大女儿一直哭着问妈妈你去哪了 这让露斯很内疚 经过治疗孩子的情况大有好转 露斯让大家回去休息 自己独自守在医院 可谁知道到了半夜 孩子情况急转而下 医生们赶紧抢救 但没一会儿人就不行了 看着眼前的孩子 母亲的心被撕裂了 灵魂也从身体剥离开来 日子才刚有了一点盼头 谁知又遭遇了这样的意外 只是两天没见 他们变人鬼疏土 露斯整夜未眠 她一闭上眼睛 可爱的小女儿就浮现在脑海里 有时候她开始幻想这只是一场梦 梦醒后 生活又能回到原本美好的现实 然而现实却是那么残酷 如果有可能 她愿用自己的生命换回孩子 但是适者已去 生活还得继续 可怜的女人 只能将全部的精力投入工作 因为还有一个人需要她养活 她还得信手和大女儿的承诺 让她过上好的生活 餐厅这边已经一切准备就绪 今晚开业大吉 现在是露斯的头等大事 卧力这段时间 一直在忙前忙后现殷勤 她为餐厅定制了一个馅饼展示台 当灯打开的一瞬间 让露斯感到非常惊喜 露斯一边切着肌肉 一边叨叨个不停 能看得出她现在非常紧张 毕竟这是她人生中第一次自己做生意 十年的家庭主妇生活 她对自己的厨艺还是蛮有信心 但经营一家餐厅 她还是新手中的新手 夜晚降临 露斯就像等待在产房外 那些快要做父亲的男人 紧张地在餐厅内走来走去 忽然一辆车开了过来 有客人到了 她又像一个训练有素的战士 忽然听到了进攻的号角 开始属于她的战斗 露斯给第一桌客人 送上一份免费的华夫饼 紧接着又有新的客人来捧场 就这样 不一会儿整个餐厅都坐满了 大家对鸡肉和馅饼的味道赞个绝口 可由于服务员都是新手 个个都是手忙脚乱 还好圆餐厅的领班和好邻居赶来帮忙 一切才变得井井有条 看着客人满意的笑容 露斯知道餐厅成功了 就当露斯正在后厨忙 女儿兴奋地跑进来 蒙特给露斯带来一束包装精美的鲜花 看着男朋友的领 露斯心里那个美啊 经过一晚上的忙碌 今天开业一共赚了47块3毛6 大家兴奋不已 比预想的足足多了一遍 喝醉的沃绿 却开始在一旁胡言乱语 是啊 她辛苦献殷勤一个月 最后果子让别人摘走了 为了对领班今晚忙前忙后表示感谢 露斯决议要开车送她回家 等她回到家后 听到客厅有人讲话 原来是男朋友蒙特和女儿 由于前夫已经将车给了露斯 只能委托蒙特把女儿送回来 看来男朋友和孩子相处得很融洽 今晚真美好 露斯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等把女儿安顿好后 终于又到了两个人的独处时间 我知道你们想看这一段 但我还是要无情地给你们关掉 两个没羞没骚的人又开车去海边 做你们都不喜欢看的坏事 路上男人问女人 为啥不给孩子找一个好的钢琴老师 露斯当然想 可她没资源 蒙特说自己认识一个乐坛 很有名的情诗 现在因为年龄大了退休在家 她可以帮忙联系 没有办法 好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 女孩在老头面前拼命炫技 想把自己评生所学都展示给人家看 老头听完把孩子损得一文不值 看在蒙特的面子上 勉强就收下了孩子 孩子再也不敢忍受 哭泣地跑了出去 妈妈赶紧追上去安慰 没想到孩子是因为老师肯受她喜极而起 这性格也是绝了 露斯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前夫 前夫异常高兴 手舞足蹈地说 都是遗传了他的艺术细菌 露斯求前夫去借孩子奶奶的钢琴 男人说奶奶一定会毫不犹豫送给孙女 但露斯坚决不同意 因为他心里已经有了目标 给孩子买一台和老师一模一样了 需要1100块钱他已经看好了 现在只有这一个女人了 他发誓一定要给孩子最好的 收音机里传来罗斯福的就职演讲 新总统宣布废除 执行了13年的禁酒令 大家可以光明正大的喝酒了 餐饮业的黄金时代就要来临 邻居兴奋地和露斯聊着新生意 他负责供货和酒水销售 直接和露斯分成 但听到需要投入500美元后 露斯面露难色 说自己要还贷款 还有女儿要买钢琴的钱 最主要的是男朋友的公司 上个月破产了 所以暂时要帮衬着 但面对卖一块赚八毛高利润的生意 傻瓜才会错过机会 露斯给男人20美元 让他吃饭和加油 这话让他听得很老 这是要软饭硬吃的节奏啊 可男人不以为然 觉得这本就是句玩笑话 干嘛要上钢上线 因为这件事 两个人大吵起来 男人耍起了无赖 但这一招对露斯很管用 女儿摇头摆尾说这些不堪入耳的话 嘲笑着自己的母亲 露斯不用想就知道 这些话适合谁学的 女儿继续说母亲不知有多可怜 是不是还幻想着蒙特会娶你 你知道他喜欢你什么吗 他喜欢你的腿 露斯没想到男朋友会和孩子说这些 女儿觉得母亲根本配不上对方 因为人家连鞋子都是定做的 可他还不知道这半年来 男人所有的开销都是露斯掏钱 露斯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含辛茹苦 竟然培养出一只白眼狼 只是因为没有买新钢琴就丑太担住 小小年纪就和那个该死的男人 学了一身资产主义的凑毛病 这个圣诞节过的 真是糟糕透顶了 是时候终结这一切了 就是今天 就是现在 他一分钟也不想拖下去 必须和这个男人一刀两断 可对方的电话怎么也打不通 倔强的女人只能冒雨开车 前往男人家 看着曾经辉煌 如今落魄的蒙特 露斯百感交集 但一想到白天女儿的情况 他又怒火中烧 大声呵斥起男人 怎么能在女儿面前说那些 而蒙特还是一副花花公子 无所谓的状态 他表示孩子已经十几岁了 什么都明白 难道我每次接你走 他不知道咱们什么关系 你当别人都是傻子吗 两个人越吵越激烈 更多的是两个阶层 完全不同的三观 的确 本身两个人生活的环境 就相差很远 就这样 两个人的关系彻底决裂了 露斯大步地跑下楼梯 任由男人怎么呼喊 但他还是头也不回 露气冲冲地走了 他的人生就像眼前的路 风雨交加 漆黑得看不清楚 他小时候就打妈妈 长大以后越发厉害 稍有不顺心就拿妈妈撒起 而母亲却还是关心他 给女儿端吃端喝 这一切都源于望子成龙的露斯 他给女儿维达找了一位新老师 一个著名的交响乐指挥家 第一次摸底考试 维达正弹得进行 没想到新老师 竟然毫不留情地盖上了钢琴 的确 维达的天赋很一般 从此女儿开始一蹶不振 整天无所事事地待在家里 但另一边 露斯的餐馆生意越做越大 这天她和女邻居来海边看房 打算在这开一家更高端的店 不只卖鸡肉和馅饼 这次煮卖海鲜和牛排 在此之前 好莱坞最繁华的街道上 露斯的第二家分店早已开张 生意一场火爆 24小时不间断地迎面 郊游之前的领班打理 沃利一直在劝说 露斯创办餐饮公司 这样做的好处是 当餐厅有麻烦时 露斯个人财产可以得到保障 只承担有限的责任 她似懂非懂 但还是答应 这段时间 露斯一直忙于新餐厅的筹备工作 已经好久没有顾及到家庭 没想到这天忽然看到女儿维达 和几个她自己不认识的朋友 来餐厅就餐 维达看起来精神不错 应该已经摆脱了沮丧的心情 邻居劝露斯多留一下女儿 她总和那个看起来不太好的女孩在一起 身边的男人也一直在缓 凌晨三点半 露斯从梦中惊醒 忽然街上一阵嘈杂 她来到窗口向外张望 看来这段时间自己不在 女儿经常很晚回来 围大鬼鬼祟祟地走进房间 露斯很是担忧 但又不知如何是好 工作上的内容她都可以从容应对 唯独这个异常叛逆的女儿 她不知道如何相处 露斯试着像朋友一样问亲女儿的近方 没想到女儿这次道给她一个好消息 说自己接触那些朋友 家庭里都有导演方面的资源 她的目标是想做电影演员 听闻女儿的想法 露斯蒙在心头的一律被抹去了 至少孩子不会一直消沉 整天只会吃喝玩乐 可她还不知道 自己的女儿正在酝酿什么样的阴谋 露斯听到有人找自己 赶忙来到前台 没想到竟然是前几年自己去面试时 那个高傲无理的阔太太 场面属实是有些尴尬 但还好对方没有认出自己 女人再次介绍 自己是某大导演的妻子 来找露斯是想聊聊两家孩子的事 露斯不知道两个孩子的事情 露太太只能解释 说两个孩子一见钟情互有好感 一开始气氛还算融洽 可没一会儿情况就变了 女人直言 说两个家庭阶层不同 受到的教育也不同 说到底就是门不当户不对 这让露斯异常愤怒 这么多年的努力 这么辛苦的打拼 到头来还是被无理的对待 自己的女儿那么漂亮 那么优秀 却在别人眼里成了攀龙富凤的心机表 更可气的是 对方竟然说女儿勒索他家儿子 露斯再也不能容忍 直接送客 当晚 露斯回到家中找女儿 想问得清楚 可韦达不在 等女儿回到家中 露斯让他解释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 他却听到了关于这件事 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版本 男孩全家一开始都对韦达很好 他的导演父亲甚至都主动张罗 给未来的儿媳妇安排角色 男孩更是要死要活 非韦达不娶 可当他们得知女儿怀孕后 一切都变了 这个花花公子就是美国版的惯戏歌 很多女演员都被他潜规则了 露斯宠爱女儿也是远近闻名的 怎么会让孩子受这样的欺负 第二天就叫来了卧力 谁知卧力比自己更了解内情 昨天已经给自己的警察朋友打了招呼 现在正通缉那个逃跑的花花公子 并准备好向法院起诉 因为韦达未满18岁 法院一定会判很多赔偿金 可露斯怎么会让他们赔钱了事 最好的情况就是把对方抓回来 让他娶自己的女儿 才能保全他的名节 谁知这一切大大超出他的想象 露斯万万没想到 女儿果然是为了钱 原来韦达根本没有怀孕 只是知道对方马上20岁 将要继承很大一笔遗产 怪不得对方的母亲 说这是一桩有预谋的敲诈 可露斯怎么也想不通 自己含心如苦打拼事业 不缺钱的女儿为啥要这样做 天底下哪有父母 会怀恨自己的孩子 现在露斯没有一天不担心女儿 不知道她在外面生活的如何 可她一点办法也没有 半年来女儿杳无音信 露斯从睡梦中醒来 很长一段时间 她已经记不得自己是怎么入睡 又如何醒来 时间在她这里仿佛停滞了 忽然电话铃声响起 是前夫伯特打来的 露斯再也忍不住悲伤的情绪 前夫说有东西要给露斯看 问自己现在方便过来吗 伯特拿给露斯一份报纸 上面刊登着女儿的照片 是一份最新的音乐收听指南 为达成了最受期待的女高音 今晚会在广播中全国直播 前夫强烈要求露斯 与自己一起见证孩子的首秀 他们来到了海边的餐厅 在走廊上安排了一个最佳的位置 节目开始前两个人有点紧张 为人父母无论多远 都是牵挂着孩子 收音机里传来优美的歌声 那声音就像森林中的百灵鸟 明亮清脆 又像云雾缭绕的山峰 忽隐忽现 女儿嗓音中流淌出的甘泉之水 滋润尽母亲的心田 这么多年的培养 孩子总算小有成就 露斯难掩激动 有些人说再见后 就再也没见到过 而有些 却在不经意间又回来了 露斯和蒙特来到 初次相识的餐厅 两人平静地聊着这几年的遭遇 女人和男人诉说着 自己对孩子的思念 男人也安慰女人 一切都会好起来 露斯想在市中心买一套房子 这样离三个餐厅都很近 蒙特对这个地区了如指掌 成了露斯的专职司机 两个人开车行驶在宽广的街道上 就像当初去海边小屋一样 一上午 看了一套又一套 但露斯没有一间是满意的 最终故地重游 来到了蒙特家 几年的光景 这座曾经奢华无比的大别墅 现在却越发苍凉 看着空荡荡的大厅 真有点家徒四壁的感受 露斯问男人这房子卖多少钱 蒙特答道 前年七万 去年五万 今年只能卖三万了 房子确实不错 价格也很诱人 只需要从新装修又会光芒万丈 就这样 两只野兽开始撕咬起来 重新装修后 又摆上了新买的家具 整个屋子看起来 既富丽堂皇又温馨 蒙特还为露斯装饰出 一整面照片墙 这让露斯很激动 照片记载着 他这些年的重要时刻 这才是家的样子 很快两个人举办了盛大的婚礼 所有的朋友和亲人 都来送上祝福 而这一刻母亲最想见到的人 就是自己的女儿 看着女儿成为全场最闪耀的明星 露斯露出欣慰的目光 演唱结束后 经纪人带来一个更大的好消息 爱乐乐团看上了 这颗冉冉升起的星星 一旦签约 只广告代言费一下 每周就高达2500美元 想想那座豪宅才三万 你就知道这是多么大一笔钱了 接下来的日子 露斯无心打理声音 大部分的精力 都投入到女儿的演出中 终于伟达也要过上 从小梦寐以求的并制生活 当然还是花着母亲 靠卖那些油哭哭的肌肉赚来的钱 而自己那花花公子的丈夫 除了花钱 喝酒就是他最擅长的事 终于到了最关键的日子 整个街道都堵得一动不动 露斯只能步行到剧院 看着眼前这雄壮的殿堂 露斯年轻时也有一个同样的梦想 今天他的女儿帮他实现了 这是当时全世界最大最豪华的音乐厅 可以容纳两千人 母亲的高光时刻是什么时候 应该就是儿女功成名就的那一刻 多少年的努力与付出 在这一刻都是值得 韦达特意为露斯演唱一曲 歌词中全是对母亲的诉说 此时的露斯是幸福的 忠于这个叛逆的孩子 成为了一个懂得感恩的人 两个月以来 露斯全部的精力 都投入到女儿的事业中 公司的事情他不管不顾 尤其是买房装修 和帮女儿开音乐会 挪用了公司不少钱 现在债主赌门 今天他必须给一个交代了 还好这些人都是老相识 事情才没有闹到法院 但糟糕的情况是经过计算 露斯挪用的款项 已经超出他持有的股份 他要被扫地出门了 从此和自己创办的几家餐馆 不再有任何关系 公司也交由其他人掌管 除非他能在两天内 补上大部分现金 也许还能保住一部分资产 直到此时 露斯才意识到事情有多严重 他彻底慌了 不知如何是好 只能找来前夫商议对策 毕竟破产这事 前夫算半个专家 原来露斯为了筹备婚礼和音乐会 教唆财务分账记录自己的开销 如果真闹到法院 后果会更严重 伯特劝说露斯 现如今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就是和女儿借钱还债 毕竟大部分花费 都是为了女儿的音乐会 但和孩子借钱 露斯实在张不开口 可是已至此 没有其他办法 于是两人开车分头办事 露斯回家找韦达借钱 伯特去找律师准备打官司 露斯倾扣女儿的房门 里面没有应答 他悄悄地开门进去 床上只有女儿的外套和长裙 时间已是凌晨 母亲不见孩子又开始着急了 她赶紧跑下楼去丈夫的小卧室 丈夫连声应答就是不开 好不容易她探出头来 却鬼鬼祟祟 直到露斯意识到情况不对 打开灯的一瞬间 她彻底懵了 看着眼前的这一切 露斯的脑袋嗡嗡作响 自己含心如苦背负巨额债务 却养出了两头 吃人不吐骨头的白眼狼 一瞬间所有的思绪涌上心头 露斯冲上去死死掐着韦达的脖子 她要亲手除掉自己养下的祸害 就是现在必须立刻马上 一刻都不能等 扭打中韦达一把扯动了珍珠项链 散落的珍珠卡进她的喉咙 等她跑到楼下 呕吐了一地 随后露斯追过来 却发现韦达的嗓子已经坏掉了 又是一年圣诞节 伯特和露斯开车回到这座城市 等他们拿着厚重的行李 推开家门 众多的朋友已经在等待庆贺了 露斯和伯特再次结婚了 经历了这么多 原来糟糠夫妻才最真诚 平淡的生活才是幸福的 露斯卖掉别墅后 保住了最初的那家餐厅 和一部分公司股权 在新领导的带领下 餐饮公司也扛住了竞争压力 运转良好 只是缺少了露斯这位创始人 大家都有点惋惜 再次与女儿见面 没想到是这样的场景 露斯问女儿为啥不进去 伟达说自己马上要坐飞机 到纽约发展 知道父母再婚了 过来打个招呼 算是祝福也算是道别吧 母亲又担心其女儿 一个人去人生地不熟的大城市 其实她多余了 蒙特已经先行到那边料理事务 两个人说着说着 又开始激动起来 就这样 露斯又失去了她另外一个孩子 兜兜转转十几年 最终陪伴她的 只有眼前的这个男人 和手里的这杯烈酒 Let's get Stinko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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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